石浩凭借他画自在大法彻底击败诗海先帝 但黑洞中所指的上苍之上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书接上回 当石浩以他画自在大法重新出现之后 诗海先帝望着石浩冷声说道 没想到你还活着 那又能如何 在吴面前 终究还是要走向陨落 谁能与吴相抗 石浩大喝道 谁在成吴迪 哪个感言不败 此刻石浩眼神中充斥着吴迪的信念 同时也夹杂着一丝沧桑 他经过万古岁月的洗礼 终于挣脱出来再为当事之人 不过他的气息却是恐怖至极 和先前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是真正的盖世帝者 不再是准先帝 不过诗海先帝的躯体也已恢复如初 甚至连元神印记都皈依了 他坐在石椅上 透露出一副君灵天下的模样 对着石浩怒斥道 我既恢复巅峰战力又有何巨制 而后咔嚓一声 缠绕在他身上的秩序神链都被崩断 再也不能束缚住他 诗海先帝站起身来 庞大的躯体矗立世间 让诸天秩序都开始瓦解 并且他的整具躯体越发黑暗起来 散发出了无边无垠的地之法力 接下来又是枪的一声 大罗先帝脱下来的碎片重新组合 再次化成一柄巨剑 与诗海先帝庞大的躯体非常匹配 动辄就要毁天灭地 他望着诗号冷漠地说道 地剑蒙尘 平儿等也敢妄动 根本不配 也正如诗海先帝所言 此剑只有他能够掌控 因为大罗先剑的历代主人最终都是惨死 不得善终 就连诗号也被此剑斩了一次 化成亿万滴血雨 下一刻诗海先帝挥动巨剑披向诗号 剑气纵横亿万里 其中蕴含的威力足以毁灭诸天 让岁月长河都从这里消失了 诗号手中并无地气 只能徒手迎击了上去 这是一种大气魄 无敌的信念根植于骨子中 能够镇压一切敌手 只见诗号的大手覆盖天雨 将剑胎打得高高弹起 诗天星斗皆成鸡粉 数片宇宙都被崩坏 诗海先帝大吼道 古今未来 无身为尊 万道成空 镇压当世敌 而后他动用出真正至高无上的先帝之力 各种竞技力数纷纷祭出 要彻底绝杀诗号 他意识到了诗号是个恐怖的敌手 不敢再有丝毫保留 如果无法将其斩杀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诗号淡然地回应道 一切都是徒劳的 他再次施展他画自在大法 四道身影从不同时空中走来 那全都是诗号 并且在远处还有模糊的身影 没有彻底显化成功 紧接着诗号的真身开始动了 带动着其他几尊身影 一起轰杀向前 诗海先帝继续挥动大罗仙剑迎击而上 璀璨见光照亮古今未来 面对这样无上一击 诗号面色从容 依旧是举拳轰杀 另外几道身影皆是如此 向着诗海先帝一往无前的冲杀 伴随着扑斥一声响起 诗海先帝的躯体被拳头贯穿 带出成片的黑血 诗海先帝仰天怒吼 可却什么都无法改变 他发现诗号的实力太过恐怖了 尤其是他画自在大法 根本无法抗衡 诗号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挤到身影挥动盖世权硬 诗海先帝被打得四分五裂 躯体变得破碎不堪 而后他叹息道 岁月与历史不能处置啊 看来连我都无法改写 甚至会牵引出无法想象的因果 诗号冷漠地问道 你可还有一言 事实上他很想知道 对方成为先帝后 为何还会被黑暗之力侵蚀 不过诗海先帝并没有所谓的遗言 态度依旧非常冷漠 他在重组完成躯体后 焚烧元神 再次冲杀向了诗号 只是结局非常可悲 诗海先帝再次被打得横飞出去 肉身近乎爆碎开来 随后诗号与几道身影全力轰杀 将诗海先帝镇成了碎片 诗海先帝又惊又怒 可却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全程都被诗号爆打 最终诗号将诗海先帝镇压 并开始炼化 这次炼化的时间非常漫长 足足耗费数万年 才彻底炼化诗海先帝 以及那些浓郁的黑暗之力 接下来诗号走进终极谷地最深处 一掌拍碎了那座石椅 刹那间先帝符文弥漫开来 天空中响起了震震惊雷 诗号抬头看向苍羽 那里破了一个大洞 有秩序神光缭绕 大量的黑云剧烈翻涌 不断向外涌出 更为可怕的是 在那黑洞中有黑色血液 随时都会滴落下来 诗号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知那究竟是什么地方 难道诗海先帝 就是被那黑洞中流出的 神秘液体所侵蚀的吗 诗号腾空而起 来到了那个黑洞旁边 那像是一触戒壁 透过这口黑洞 还能模糊看到里面的一些景物 其中一块石碑引起了诗号的注意 上面刻有一些神秘的语句 此地为上苍之上 永恒长存 轮回南腹 无上之地 察觉那像是封印被暂时破开了 透露出了黑洞内的些许秘密 最终石碑施展无上大法 将大罗仙剑中的骨关移了过来 堵住洞口 并以至高无上的先帝力量 彻底封印了此地 这一战过后 石碑平定了黑暗大动乱 解决了戒海这一边的大患 不过在回归仙域之前 石碑还要将剩余的一些接银骨殿开启 释放出其中关押着的元神 以及找到火灵儿与大长老 将他们一同带回仙域